我們回答京東 有兩個朋友問的 我們一起回答 Carrie先的 他說265元買 可不可以繼續持有呢? 另外就是Mr. Kong 他說早晨 其實在徐靖前 就210元買了 他說 什麼位置賺呢? 現價應不應該是指賺呢? 我想就算 我忘記了京東派多少額 就算徐靖前後也沒什麼分別 是 這些位置下不下車 其實我主張會收買它 第一方面 京東是一種 叫做波動性很大的股份 你看看4月尾的時候 恆指夾了一層 那時候有些中概股退市風險減少 兩地證監開始談得上了 這些消息就可以夾上去 但是突然一下子 這個水平望260多元 我覺得就太過貪心 但問題是260多元 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開始賣了 你向4月中開始賣 還是什麼情況下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都是收買它 短期其實京東 你只要看到股價收得在200元樓上 都算是帥哥 帥哥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我京東的策略都是以守為主 就是要擔心的 之前一早擔心 要指使一早指使 在這個時刻的時候 我覺得收買它的直播率會比較高 那如果只賺呢 即是210元那位朋友呢 如果你說只賺的話 那取消完資金 有沒有必要 你有沒有其他好一點的想法 你是不是指賺 如果你是持現金的話 可能我會給價位240多元左右的 但我們最怕就是亂設定一個目標 就是這些事貨 我覺得 你通常短炒 才會設定一個目標價給自己 你很少說長線投資 就是一個很近的目標價 或者一個 你在日線圖 隨時有機會碰到的目標價 所以如果你真的做長線投資 京東亡分300元樓上 是有機會的 但不是說這麼短時間內 一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近期的低位 還有特別200元左右的水平 撈到京東的話 我覺得是有條件做長線投資的